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其实在美国的历史上 有位非常重要的传奇人物 他就是俄苏拉诺德斯壮 一位非常重要的童书编辑 在他的手中完成了许多重要 而且经典的儿童文学 还有儿童绘本 例如说这本《晚安月亮》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 最好的睡前故事书 桑达克的《野兽国》 它打破了我们对孩子 纯真无垢的幻想 包括看到这个《人行道》的镜头 这些书在全世界买卖 都超过了一本 许多朋友来问儿书拉 到底要什么样的秘诀 才能编出这么多 快智人口又经典的儿童文学 或者是绘本呢 他说了这句话 孩子是新的 但是我们不是 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受了许多社会化的教育 却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孩子就是天真的艺术家 他们跳的奇怪的舞 他唱的奇怪的歌 他们拿着粉笔 就可以到处去画画 这真是艺术家最狂野 又最真的自我 所以在今天的《青春爱读书》里面 我们要聊到这本书 是John Birmingham的《迟到大王》 从大人观点里面来看 我们的事故 他要从小孩的眼中来看看 怎么样来发展自己的创造力 跟想象力 《青春爱读书》 《青春爱读书》是一本童话绘本 那我觉得童话绘本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故事 去跟你陈述一些道理 可是它却不是用说教的方式 所以它利用了几个简短的事件 但是每一个事件的背后 却充满了深刻的寓意 所以它虽然非常的简短 可是可以解读的空间 却非常的辽阔 而且没有多余的任何的一个情节 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的读者 我想尤其是对于大人而言 可能这个绘本会更具有意义 因为它点出了我们每个人 好像都被困在自己的陈见里面 可是却不置之 而且久而久之年纪越大 可能越更加的顽固 所以你在看到这个绘本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 突然间好像被人家点醒了的 这样的感觉 小孩子在读这个绘本的时候 也可以去警醒到 其实大人的话不见得是对的 你要坚持你自己所看见的那个世界 你要相信你眼睛所见的 而不见得一定要屈服大人的那些评价 所以我觉得不管哪一个年龄的读者 来看这本绘本 其实都能够获得启发 千春爱读书 看我们读什么书 在今天的千春爱读书 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呢 是恋爱跟心理学的专家 那么在网络上呢 有破百万的点阅率 那么请这位来宾跟我们来打招呼一下吧 各位来宾 大家好 好 那我们请这个 我们今天的导读老师呢 来问我们同学们一个问题 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 有没有曾经有那种 不被接纳 不被了解的经验 来 如果有的话就举圈 没有的话就画差 让我看一下 一 二 三 有喔 所以谁要跟我们分享 要跟我们分享 来 幼稚园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刚经过一个门帘 然后那个门帘就突然掉下来了 然后我的同学就起哄说 是我把门帘扯下来的 然后那时候我的幼稚园老师就不信任我 他就认为是我故意的 因为他不相信门帘会自己掉下来 于是他就告诉我的妈妈 然后我的妈妈也不信任我 所以我被双重不信任两次 然后那时候对我幼小心理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讲实话都没有人相信 于是我就后来就说谎说 是我扯掉的 然后我妈就相信我了 就是也是一样被老师不信任 然后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 我也不太喜欢跟人家说 就是我今天被人家误会 所以我一定是就是藏在心里 然后可能晚上回家自己默默掉眼泪 所以当下的感觉就是我好无助 就是没人可以又不想跟人家讲 然后又自己在心里又很挣扎 明明就是对方的错 为什么是我自己要来默默承担这个东西 是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国中阶段 就我自己的认为我是觉得 我就是用我的真心去对待他们 但别人见解怎么样我就不知道 然后那时候我因为那件事情 其实伤心很久 因为就是很好的朋友 但其实到了高中之后 我慢慢的去思考这一点 以及改变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想要在这边说就是 别人有时候见解可能对你自己 就是跟自己的意见不同 没关系 我们慢慢去理解去感受 然后去改变自己其实会变好 所以不用去就是担心什么 或者是觉得这么样 对 是 好 谢谢中心 谢谢 导独人手上有赞美卡跟好奇卡 说得好的同学会拿到一张赞美卡 但是如果对他的答案充满好奇的话 会拿到一张好奇卡 欢迎今天的来宾 海苔熊 哈喽 大家好 我先颁奖就对了 第一张卡是好奇卡 好奇卡是谁呢 你要给谁 好奇卡呢 我想给最后一位讲话的重心 来 恭喜重心 赞美卡 我想要给第一个讲话的宜佩 来 恭喜宜佩 为什么你会给重心好奇卡呢 因为当有很多同学提到 被霸凌的经验 或是被不了解经验嘛 那你是有一天被雷打到嘛 不然怎么会突然可以转变 毕业之后就是生活圈就是比较不一样 然后他是到后期才打电话 就是最后一次跟我说 他这三年来对我的感受 所以讲开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啊 其实那一件事对我打击蛮大的 就是可能我原本以为 我做的这样都对 或者是我这样对朋友是对的 但其实我们有时候给人家太多的 比如说他可能去哪边 我就会觉得 注意安全或什么的 但其实反复太多次 他可能会觉得你烦 对 所以你好像意识到说你的关心 并不一定是对方想要的 对 所以本来是你不能被理解 感觉是不能被理解 但后来发现其实你某种程度 也不能理解对方 对 在今天的清楚爱读书 我们聊的这一本书 是绘本里面的经典 它是什么书呢 那你们都读过了吗 好 读过 那你现在把你的圈插牌准备好 喜欢呢 就举圈 不喜欢的话就画插 让我看一下好不好 来 一二三 五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喜欢 而且 四五个不喜欢 而且精灵的满意度很低 百分之七十五都不喜欢 来 你想要听谁的回答吗 我想先听不喜欢的 好 他的结局虽然第一次看的时候 觉得大快人心 而且他是一个 就是你会觉得 小男孩的一个反击 然后就觉得 那个老师就是 有稍微被惩罚到的感觉 但是其实看了两次三次之后 会觉得心里有点酸酸的 因为小男孩最后会做出那个决定 是不是代表说 其实他对老师的信任已经都瓦解了 然后所以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这样 他用图像去表达文字没有办法表达的很多事情 我反而是看他的图画去思考到很多东西 他的图有什么地方吸引你 就是像老师跟小男孩的对比 他明显地把老师画得很大 然后把男孩画得很小 其实透过图片就可以表现出 就是有一种上对下弱势和强势的对比 但是你从文字上是没有办法去那么直观地感受到 是 John Birmingham他最特别的地方 他要表达年轻的心灵 面对大人的时候 面对权威的时候 面对世界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充满了恐惧的 你是充满不安的 其实你是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只好把我遇到的事情说给你听 可是说出来的时候 大人相不相信 我说不相信 你们都有经验吧 都有 那你自己在看这本书 海老师你们自己觉得呢 其实他故事结果很简单 就跟以前童话都一样 都是三个 三次一样的事情 然后最后就一个比较特别的结局 古典的一些童话也都类似是这样 但是有趣的是 他的一些图像的表达 然后有很多意义 比方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孩子 他跟老师的距离是遥远的 就内心的距离是遥远的 最后他的 最后那个惩罚是大星把老师抓走 如果你看自己看不出来 但你看图你就会发现 那个孩子跟老师的距离变更远 所以其实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相信我 那我推就把你推中了 所以这个推是一个 在图上才能表现出来的 然后它有很多的隐喻 所以我每次看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只有短短几页 可是有好多的话是藏在图里面 是 你曾经有留学过英国 然后这本书的作者也是英国的 他把同学的名字取成 约翰·派克·罗门·麦肯锡 这么长的名字 对 那这样是不是跟当地 英国的文化有关系呢 是 好 这问题其实非常的好 你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小说里面的名字 实际上都有它独特的意义 如果名字越长 代表它是富裕的家庭 它是某一种形式的富裕 但是它这个 这个其实对小孩子来讲 成年的过程它是一种负担 所以他刻意用这个名字 英语系的国家小孩子 他看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们就会笑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 我们不会给小孩子取一个这么复杂的名字 又那么难念 所以下次如果你有机会 你去读英语系的小说 只要名字出现的时候 你看名字 你就知道它的社会阶级 但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 名字是被给的 所以你不是自己选择要这个名字 就像是他这些上学的种种的应该 都是被规定的 其实它在里面有这么多的 时到的经验 某种程度上是要摆脱那个 应该的这些束缚 可是它名字摆脱不掉嘛 所以它走别的路线 去摆脱掉一些东西 是 我们在做很多投射的那个测量的时候 去叫你画你的家人 叫你画你的学校 然后我们会去画人物的时候 如果你画出来那个比较大 可能在你心中 在你地位 或是权力就是大的 那如果你把自己画超小 很多时候会是自卑啊 或不喜欢自己的人 那还有一个讯息很有趣 就是两个家人 或两个同学 或老师跟学生 中间有隔一个东西的时候 就代表说 其实这两个人之间 其实他们有些时候是很难沟通 或是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面 所以光是看图 就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只是我们都没有 就只是看字的话 可能就没有发现这个 那像这个 这张二元很有趣 你看它有两个人在拉扯嘛 可是这两个人拉扯 它是代表也有一个 它有一个线是跟想象的世界 是连结在一起 你会发现有那个线 所以如果我们看图 我就会看到更多更多 很值得玩味的讯息 是 因为从小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我们很习惯文字的阅读 那绘本它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小朋友 他不认识字 他完全都可以 读得懂这本书 那你认为图像思考 对我们人类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图像思考它最厉害的地方 是你可以连结各种不同的部分 就像一张图 我们让十个人解释 他们看到的地方 通通都不一样 可是当我们在去看字的时候 很容易被教育 或是我们以前所 收取到的知识 然后去局限在那当中 所以蛮多时候 我们对于那个 可能比较年纪小的小孩 或是创造力不太够的小孩 我们会给他一张图 让他去随便讲一个故事 当你讲故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你的自己的世界 直接去连结各种东西 但如果你请他 给他一个文字 然后去接去后面的故事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他会接的是跟世俗 大家想象的故事很类同 所以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在后来的阅读 在推广里面呢 我们特别强调绘本跟艺术 因为它是 启发创造力跟想象力 最重要的钥匙之一 那你们在这段故事里面 实际上他有讲到 就是说他又迟到了 那当然就是老师 认为他要怎么样 又说谎 你们认为他真的有说谎吗 好 那有的话就举圈 没有的话就画叉叉好不好 1 2 3 没有 没有 只有两个有 其实他是一本绘本的书 然后从他的画可以看出 他的太阳的后面那个颜色 就是第一次他上学的时候 其实太阳是还没出来的 之后慢慢到后面 他第二次的时候 他遇到了狮子 其实那个太阳已经升起了 其实他已经迟到 而且旁白说他又急急忙忙的上学 但是他一开始并没有这样说 好 这是 你猜他应该是有 真的在赶着上学 对 然后真的怕迟到这样 他可能是在找借口 找借口这样是不是 好 这是你们的看法 好 有没有谁来跟我们分享的 我认为他并不算是说谎 因为在一个小孩子的视角来看 他发生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 那就是他的灾难 所以所谓的狮子说不定 可能是一只凶恶的野狗 所谓的海浪可能是一个大水蛙 他跨不过去 他只是试着在解释说 我遇到了一个很难跨过去的灾难 但是用他能理解的解释方式讲出来 就会变成老师难以相信的东西 是 我觉得他是没有说谎的 有两个原因 他在第一次说这么 我们认为荒谬的理由的时候 就被处罚得很严重 所以如果以一般的小朋友来讲 他不会连续接二连三地 一直讲这种荒谬的理由 然后一直被严重的处罚 然后因为最后 老师也被大猩猩抓走 表示在这个世界里面 是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他应该是说实话的 只是不被相信 是 就他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 其实他发生什么都是合理的 里面反而比较不合理的 是老师的态度 因为就像刚刚佳萱也说的 他是一个孩子 那我觉得或许他 你怎么能知道说 或许真的就是狮子跑出来 像我们学校旁边就是木炸动物园 很有可能真的会这样 是 所以我觉得里面最不合理的 其实是老师的态度 并不是学生是不是说谎这件事情 是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看你们谁可以回答我 为什么大人都不相信小孩 有没有谁 有想一想 这没有正确答案的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以前 生长环境就是从来不会被家长信任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既然以前爸爸妈妈可能不信任我们 那我对我的小孩 我也是理所当然就是不信任 会这样子吗 这叫代奸传递 我们常常都说是一门中烈 你爸妈常常都跟你说 我那时候也这样长大的 我还不吃好好的 然后你心里就想说 那就是因为你这样长大 所以长成这样嘛 所以其实真的会有这种状况 蛮常见的 是 很常见 还有谁有其他你的想法 第一就是生长的环境 一代跟一代绝对会有差异性 大人跟小孩经历的本身就不同了 你怎么可以要求他们有同样的想法 第二就是小孩是小孩 大人是大人 他们的思考逻辑 你不可以摆在一起 大人很容易主观性的 用自己的思考逻辑 去把小孩子的盖掉 所以蛮常发生 大人不信任小孩的事情 是 我觉得是因为 那个老师以社会常规的角度 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真的有时候你在上学的途中 就真的遇到公车没有来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上学 如果老师因为这样误会你的话 你一定会很受挫 然后老师也因此扼杀一个心灵 这样子 是 所以这种事情会发生 对不对 刚那个玉凡有讲到 他是一个绘本的世界 那看绘本有很多种方法 我们在学心理学 有一个看绘本的方法 叫做 你把绘本看成是 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那刚刚有很多人提说 那就真的他可能就遇到狮子 那怎么会有狮子呢 那他心里有狮子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是 你明明知道 这件事情应该要这样做 然后但是你办不到 你有遇过这种吗 有没有 有谁要跟我分享 有谁有遇过这种年吗 遇犯 今天你面对一个关卡 面对一个人生的难关 或是角色的转换的时候 会很清楚地知道说 我其实应该要怎么样子去转换 另外一个角色该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那就做就好了 可是有时候就是卡在情绪的内观过不去 会被绑住说 可是我就是不想这样做 会变成是理智跟感性的拉扯 是 所以你那个感性就是那只鳄鱼 你就会有一只鳄鱼 或者这狮子 或有一个水在困住你 所以那不是真正真实的 那个鳄鱼或狮子 但他心中有一只狮子去咬着 所谓说谎这件事到底是说 我知道说谎这个行为 然后所以我在说谎 还是说那个是我的认知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叫说谎 有一种是你 就刚刚那个谁有提到 就是你眼睛看出来的世界 跟他看完不一样嘛 所以你以为是这样 但他以为不是 这是一种 那其实你没说谎 但他觉得你说谎 另外一种是 你是事后才发现 原来我刚刚是在说谎 就是其实你是很自动地说谎 然后还有一种是你在事前就知道 我现在要来说一个谎 这样 所以其实有不同的那个历程 但这三个的道理 它哪里不一样 你怎么看 以一个心理事实的角度 你怎么看这些事情 其实说谎它涉及一些很 很复杂的历程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其实 就是笨蛋没有办法说谎的时候嘛 而且你说谎之后都被揭穿 会有一个压力事件 然后事件发生之后 你就会开始判断 就是要或不要做这件事 判断的时候有三个 第一个是它 它是来自于你以前到现在的 种种经验跟习惯 另外一个是你来自于 各方面的压力 然后这个压力会让你觉得说 我要不要就是逃避一些痛苦 或是得到一些好处 然后最后一个是 就是你会去想你要顾及一些其他的人 就是顾及其他人包含是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像刚刚有的妈妈嘛 对不对 然后顾及其他人 在这中文考虑之后 你会决定说你要或不要说谎 但你这个判断完之后呢 大家不要以为这图 那个实话谎言就结束了 你以前应该有遇过那种 讲实话 后来结果很糟的吧 也有遇过讲糟糕的谎话 然后结果也还是很糟 但是也遇过讲谎言的时候有好结果 所以这些到最后面实话谎话 他还在回馈到最前面那个判断那边 下一次你就会以上一次的判断 然后去做一些挑战 然后决定在谁面前应该做谎话 在谁面前应该说实话 所以你就会发现班上有些人会戴面具 就是假如今天我们以小孩子的角度 然后我们现在是 约翰 派克罗门 麦肯锡的同学 你会怎么去想他刚 他所跟老师说的那些话 是 或者是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我想请问一下 是 同学丢出问题来问同学 对 来 宜佩 如果你同学里面 就是他在班上这样讲 我上学遇到狮子 怎么办 太扯了 太扯了 就一定很想问他说 怎么样的狮子啊 是有班点的啊 如果有班点的话 那可能是豹跟狮子的混种之类 就会很好奇啊 就是超好奇 然后有大浪啊 是福大冲出来的吗 是 就是想知道 很想知道啊 可能会跟他约 明天跟他一起上学之类的 一场去看看 试看看 我也想遇到狮子啊 对 好 然后呢 来 宜佳那你呢 如果你遇到怎么办 我会想要去跟他 就是沟通一下 我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如果他跟我说 他讲的其实是假话的话 那我也不会觉得他 很不应该或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如果讲的 他 他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原因 我会想要知道 那个原因是什么 听到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他可能有什么某种 说不出的苦衷 或者说他真的是 在讲诗话 但是我接下来 会做的事情 就是其实我也不会去过问 因为我的感受是说 假如今天我是 我是约翰的话 我 不会想要被别人问说 诶你到底是 你真的遇到了吗 还是说你在说谎 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难受 因为我也自己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那我会觉得说 我就很不想讲 那你为什么要一直 所以你有遇到鳄鱼过 对不对 很类似的 就很扯的事件 然后人就 然后我就 我不想讲 就真的遇到了 不然你要我怎样 那种感觉 你尊重他 看他要讲不要讲 对 是 但其实我觉得问题 刚才我们是假设 他们是 是约翰的同学 如果假设你是 约翰的老师呢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你听到同学 学生讲这个 讲这个非常非常扯的理由 我不能讲是谎 是理由 你要怎么反应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就是这理由太扯了 可能会不相信他 但是如果他 第二次又在讲 第三次又在讲 其实我会去思考说 他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或者是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会想要去了解 然后会想要跟他沟通 是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们做心理学生 就有发现 如果你讲到很多细节 或者他倒着再讲回去 他都可以讲的一样 那就真的是真的 那如果他是 倒着讲过去 或有些细节 他交代不清楚 那谎言的程度就比较高 但无论如何 都要先抱持一个开放 先知道他在讲什么 而不是他才讲一句话 那是 书里面都有一句 然后就直接否定他 他就更多都不想告诉你 是 你知道其实撒谎这个是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有一本书 是卡夫卡写的 叫《变形记》 男主角早上起来 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虫 其实这是撒谎 对不对 所有的作家 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他写完这件事情之后 他觉得 在不违反第一句的情况之下 他要写下第二句 然后在第二句写完之后 他就不违反 那前面两句的情况之下 要写下第三句 所以一个段落 一个paragraph 一个章节 一个故事 就出现了 所以撒谎这个是 它其实是跟人的创造力 想象力有关系 这个就是 是John Berkman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大人不能去扼杀小孩子的想象力 你应该花时间去了解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这么说我就想到那个 你知道纳税集中 那些最后被活下来的人 他们其实就是最会说谎的 因为他们每天都骗自己说 明天会有人来救我 所以其实那个说谎 最大的谎是对自己的谎言 但他有些时候反而是 给你自己希望的一个谎言 是 所以想象力很重要 是 想象很重要 当然诚实也很重要 透过这个约翰伯明罕的这些 无论是文字也好 或是图片也好 它让我们看到就是 孩子的想象力 他们的世界跟大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应该 跟他花更多时间去理解 或者是进入他们的世界里面 那绘本的世界 其实是阅读里面 大家最陌生的一块 那希望呢 以后你们有机会 多多来好好了解一下 今天迟到大网的 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海台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